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重要是在这儿 12月1号完成填席 填席时间花了32天 32天的时间就把那个除息的缺口完全补掉了 叫做完成填席 媒体说这可是史上第四块呢 而我觉得更重要是在这儿 达成连续12年的配息 而且12年的时间全部都填席了 受益人数很多超过了86万人 投资人除了关心这件事 还有呢 在乎的是元大高股息ETF0056哦 它是最终指数的 里面的成分股 从之前我们知道的30档标的 现在扩增到50档 想问魏晨到底为什么呢 还有 您得先认识ETF哦 魏晨先解释一下 好了 ETF相对主动型的基金来说 那ETF它是属于一个被动型的基金哦 那ETF它最主要是追踪指数的波动 那对于投资人来说 投资上面有什么优势呢 我想最简单的就是 你可以省去悬股的烦恼 避开悬股的盲点 讲值班一点点 刚魏晨有说了 基金分两种 一个是主动型被动型 待会您就会明白 我们还细复在了解ETF咯 ETF来魏晨请上来 ETF就这三个英文字 但全名是什么 ETF它的英文是 Exchange Trade Fund 指数股票型的基金 那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个基金证券化的产品 让我们随时可以在黑板上交易跟买卖 讲得好哦 刚刚有讲到了 ETF是追踪指数的 所以追踪某一个指数 该指数怎么呢 它包含了一篮子的股票 那它具有分散风险的特性 那就好比我们早上在吃早餐 可能我们会吃三明治或是汉堡 你今天早上吃什么 我吃汉堡 吃汉堡 是 软姐吃三明治 所以呢软姐的三明治 怎么可能只包了小黄瓜 你的汉堡不可能只有面包吧 没错 所以呢你的汉堡 我的三明治 全部里面包了很多东西 这跟ETF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们看三明治 以三明治来说 它个别食材有提到面包 对 洋葱 小黄瓜 起司 肉类 番茄等等 对 个别食材我们看单吃面包 我们可能会吃腻 那洋葱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它的味道 那小黄瓜这种蔬菜 有些人又不喜欢它生冷的口感 所以我们把它包成一份三明治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个不喜欢的口感 还有它生冷的一个口感 那对于整个健康来说 也会更均衡更营养 也许说到这 您还不是那么明白 帮我清掉 来一个白板说清楚了 也就是呢 投信 帮您发行基金 让您去做投资咯 投信发行基金 像刚刚魏晨说的 分为两种 先用蓝色的咯 也就是呢 基金有分主动型 还有包括了被动型两种基金 所谓的主动型基金呢 您可以在初级市场买得到 像包括了投信啦 银行啦 申购单位您都买得到 但是呢 黑板当中 台股当中的黑板 您看不到也买不到 主动型基金 被动型基金就不一样了 您可以在初级市场 投信呢 银行端买得到 您也可以在次级市场买得到 次级市场就是我刚说的 在黑板当中 看得到也买得到的 ETF 被动型基金就是刚 魏晨带到的 ETF哦 所以哪里不一样 主动型就是呢 由基金经理人 帮您自己去找标的 A标的 C标的 只为了让这些的标的 操作 那么基效怎么样大盘 赢过大盘 要赢过大盘 所以主动型基金最重的是这个 被动型我们换红色 被动型基金就是您刚刚呢 听到魏晨所讲的 ETF哦 ETF直白的说就是追踪这个指数 指数里面包什么的标的 标的什么表现 指数就怎么表现 ETF的绩效就跟着指数动 这叫被动型的 再次跟您说明白咯 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说指数里面 到底是30档或50档 在乎的是在这 因此ETF提醒您 ETF的本质叫做基金 不论是主动型被动型 都叫做基金 讲得好 签掉之后 这样明白了吧 ETF它就是基金 所以呢刚这一页 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包了很多东西 最终指数的指数里面 包了很多档标的 可是话说回来了 为什么云南高股是0056 成分股本来是30档 现在要扩张到50档呢 魏晨私下跟我说 原来润然假 有三大理由 什么理由 第一个理由我们看到就是在 报酬风险比提高 它会纳入更多的优质股 报酬风险比提高 听懂了 但是不明白它深层的含义 什么叫做报酬风险比 其实报酬风险比它的公式很简单 就是它用最大的一个报酬 最大报酬 去处以承担的风险 一般投资人他会希望 我们在预期的报酬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 它会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 那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我们的目标报酬率是15% 那如果潜在的亏损以及风险是5% 我想要赚到15% 但是风险有5% 没错 那么报酬风险比就是Return 报酬除以Risk风险 所以算出来 它就是报酬风险比的比值 就是15%去除以5% 那答案就等于3 那当然我们一般会看到 这个希望这个数值是 越高越好 我再讲个简单的 就在这也写给您看 因为刚才会讲 报酬风险比就是 报酬分值除以分母风险 举例来说 A标D B标D 他要冒的风险都是100 可是A标D 所得到的报酬是80% B标D可厉害了 他得到的报酬竟然是95 就像各位威臣讲的 所以如果两个AB标D来看 谁的报酬风险比比较优 B标D 答案就是在这 所以报酬风险比 你看这个报酬越高越好 大家冒的风险都是一样的 所以分子越高越好 所以为什么0056 要把这个标D从30档 扩增到50档 第一个理由是 报酬风险比提高 纳入更多优质股 然后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在回测绩效之后 增加到50档 整个年化的总报酬率 会从12.3上升到12.4% 第二个理由是 产业配置会更分散 产业配置更多元 什么叫做产业分散 为什么一定要产业分散呢 请问 那以产业配置更分散 我们要做观察 其实经济的景气 通常它是比较难捉摸的 那其实产业的 好坏的轮动速度 也会非常的快 到今年之后 我们就发现 整个因为年初 有这个乌二战争的爆发 那今年通膨 环境是比较严峻的 所以连准会也暴力升息 今年地域升的幅度非常快 那加上疫情之后 它就慢慢开始解封了 那中端的 这些因素 都导致终端的需求开始出现下滑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 反而情况是 电子股 它在库存调整的状况 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 一个调整的周期 之前我们理财之前线 前几集有印象吗 我印象说谈了两集吧 2021 因为我粉红 大家包括了笔电 桌机的需求很大 所以overputing 重复下单 因此库存量就背的很多 没想到到2022年的今年 大家该买的笔电 该买的手机都买了 库存量 形成了成本负担 所以呢 今年整个大逆转 因此呢 第二个理由也找到了 所以呢 产业配置增加多少呢 那这一次呢 增加了50档成本股之后 那它的产业配置增加了六类 分别是 金融保险 塑胶工业 纺织纤维 其他电子 贸易百货 以及玻璃陶瓷 所以呢 从原来的 现在0056 原来的30档 扩增到50档之后 产业类配 从9类 扩增到15类 第三大理由 第三大理由就是 周转率降低 指数交易成本也会更低 什么叫做周转率 这时候 赶快再来问仔细了 好 再来看一下公式的部分 周转率公式就是 一段时间股票的一个交易数量 去除以股票发行的总数 那假设有一家公司 它的总发行的一个张数是1万张 那如果每天大约有5000张 在市场上做交易的话 代表它的周转率就是50 5000去除以1万 那这个时候 如果它是长时间 都是在维持这个高周转的情况之下 那可能我们认为 一般情况会是 筹码会比较凌乱的一个情形 因此呢 来降低指数周转率 其实降低指数周转率 就是减少筹码凌乱的一个几率 那筹码只要稳定 相对来说 股价也会表现比较稳定 那这个时候就更适合 长头跟长期的配置 第三个理由就是 让周转率降低 降多低呢 扩增到50党之后 它的周转率会从73% 下降到55% 整个周转率很明显 降了18% 所以终于明白了 0056为什么要把它的 最终指数内里面的标的 从30党增加到50党 三大原因 报酬风险比 拉高 产业配置更分散 周转率降低 原来是带来加分的 说到了加分 加多少分 八大指标 都是往上加分的 来请说 好我们先看 第一个指标是 前150大个股的市值占比 在扩充前的30党是 13.7% 50党都变成了25.6% 您靠哦 如果市场当中的 前150大的标的 都被它纳进来 意味着这些都是 大型的公司 所以呢就等同于 比较像是 大盘怎么表现 应该怎么表现 它就会怎么表现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年化报酬率 韩息的部分 其实是会增加的 那在30党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在 12.3% 那到了50党 会提升到12.4% 所以韩息的报酬率 报酬率也拉高哦 没错 所以这是第一个指标加分 第二个指标加分 第三个指标也加分了 那波动度的部分 一般我们会希望是 越小越好 好 注记一下 波动度是 越小越好 请问 为什么波动度 是越小越好呢 相对来说就是代表 它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所以波动度 越小会越好 我告诉你这太简单了 您买一档标的 或一个基金 或一个股票 不管它 如果呢每天上冲下息 请问您心脏怎么撑得了呢 最好波动度低一点点 才能够比较稳定 适合您长线持有 没错吧 没错 好 波动度来 那波动度的部分 在30党的时候是 14.6% 到了50党 我们就看到明显的下滑 下滑到14.2% 比方一下了 所以这个波动度是越低越好 接下来呢 第四个是 刚刚未成交的报酬风险比 是报酬除以风险 这个是越高越好 您交对不对 对 所以呢 我们看到报酬风险比 刚刚公司也有交了 所以是越高越好 那在30党的时候 它的报酬风险比是0.8% 对 扩充到50党之后呢 看到就开始提升了 来到0.9% 你看果然越高越好 接下来第五个 是涵盖产业数 这个是高低好 原则上我们希望 比较高会好一点 因为可以分散风险 对 比较多 比较好嘛 刚刚也说了 类别 所以它的产业数呢 30党的时候是9个产业 那50党的时候是15个产业 你看越多越好 风险就能够分散一些了 再来第六个指标是 各股平均权重 那各股平均权重的话 在30党当然各股的权重 会比较高 是3.3% 不过扩充到50党 各股变多了 权重各股就会下滑 所以各股平均的一个权重 变成2% 所以这个稍微 各股平均权重分散一些 也有分散风险的概念吧 没错 那再来第七个是流动性呢 那流动性一般 我会希望流动性越高越好 那基于两个理由 那第一个是 当流动性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如果这时候这种标的 遇到一些卖压 那代表相对来说 承接的也会比较多 所以它会相对比较抗跌 那第二个理由是 流动性好 也代表它的变现能力 会比较好 当然有时候投资人 会有所谓资金的需求 如果流动性好 我变现能力也会比较好 流动性太重要了 如果当天流动性 其实就像成交量了 当天的量呢 如果大一点点 你要卖 卖得掉 如果在股票 它的量呢 可能只有几百张的话 我告诉你 卖根本就卖不掉 所以流动性非常的重要 第八项指标是周转率 周转率是越 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筹码才会是干净的 所以 在30档的时候 我们看到周转率是 72.5% 那到50档 周转率变成55.3% 大幅的下降 好 所以看到了八项标的 这些的指标 全面都往上做提升了 因此呢 再瞄一眼咯 清掉之后 不好意思 你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指标 哦 怎么变咯 值利率哦 为什么到50档之后 值利率反而比较低 这怎么解释呢 其实是因为 它做一个产业 个股的一个调整 最主要是因为 这样的因素 不过值利率稍微下降 其实我们不太需要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这八项指标 全面的提升 那代表这一档ETF 它整个架构 是更健康 更强壮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有助于中长期的资金 愿意进来做配置 八项指标带来加分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0056 或增成分股之后 或增纳进来哪些的标的 因为30档 变到50档 就会多了20档 所以第一个 新增26档 先帮大家带一下 好 第一个它就是 新增26档 保留24档 那其中有删除了5档 那这个 这一次会在12月16的盘后 来做生效 那我们先看到删除了5档 分别是台泥 中刚 中虹 超丰 以及阳明 那这个名单看起来呢 就比较属于是 景气循环的概念股 那我们知道 景气循环的一个概念股 当景气好 景气在扩张的一个阶段 它的获利可能会成长 那甚至有可能暴冲的机会 就像过去两年 我们看到货柜海运的状况 是一样的 但是当景气出现一个衰退 景气下滑的时候 景气循环股它有可能 在营运上面会呈现亏损的一个状况 所以景气循环股 这时候把它做一个调整之后呢 我们看到就是在 股息的一个配发部分 我们认为会比较稳定 更有助于这个0056这档ETF 在股息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表现 换句话说 删除5档的这些的标的 是把那种景气循环 跟得太紧太强的 把它删掉 这样很好 因为耳后0056 就比较不会随着 该产业的景气循环上跟下 影响太剧烈对吧 股息的部分 就不会影响得太剧烈 好那新增的26档是 看出什么样的特色呢 在个股的配置上 有一些细节的一个调整 最主要就是掌握了一个 成长趋势的一个产业 那目前我们看 整个景气的状况来说 明年大部分的机构预期 就在消费型的电子 包括像手机 电脑 电视这些产业 明年可能还是会遇到 库存调整的一个压力 不过有两个产业值的注意 就是在电动车以及 云端资料中心 这个的这两个产业 其实大部分的机构认为 这两个产业 明年还是会维持一个 成长的一个态势 所以哪些的标的 像电动车跟云端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鸿海的部分 鸿海在10月中旬 发表了一个鸿海科技日 那在这个科技日当中 他其实又发表了 多款电动车的一个车型 那鸿海其实也有告诉我们 他现在目标在哪里 就是在2025年 他的电动车的市占率 要来到5个百分点 那营收要做到一兆 所以其实也展现了 他的雄心跟壮志 还有呢 那另外看到在这个 茂莲的部分 他是电动车的高压限速的 领导厂商 那茂莲在过去这几年 透过并购 持续导入这个新的一个客户 那目前在营收的部分 也为这个并购的一个策略 持续做个成长 还有其他的呢 像同心店的部分 那同心店他是 车用影像感受晶片的一个大厂 那我们看到其实同心店 他们现在目前在积极强化 就是车用产品线的一些产能 那产能也是持续的做个扩张 那另外我们看到 第二个方向就刚才提到 云端资料中心的业者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疫情之后啊 很多的生活形态 都是从线下转为线上 那所以在整个资料中心的一些 云端资料中心这些业者 其实他们在资本支出的 这个投资其实是不手软的 所谓的线下呢 就是实体店面买卖 线上呢就是电子商务 上个礼拜六日吧还记得 我们砍旗专家带到的 那在2023年期内需市场 在实体店面啦 或电子商务啦 都会并成往上成长的 所以呢 所以在这个 这些云端业者 他们在资本支出 还是持续在做扩张 就因为未来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趋势嘛 所以相关的公司 包括像做铜箔基板的 这个抬光店 另外像散热模组的这个奇虹 还有像载版的 ABF载版的锦硕以及南电 其实这些公司 它的一个营运表现 都会随着这个 资本支出的扩张 会有高度的一个联动性 因为呢 是从30档扩增到50档 而其中呢又删掉了5档 所以您一定想要仔细看一下 新增的26档有哪一些 前面的6档是这边哦 再来还有这个栏位 另外第三个栏位是这一些了 也涵盖一些的金货 还有这边以及这里 加总起来就是26档标的 明白50档是哪一些之后 当然有些没念到的是成分股 原来就在里面 没有增加也没有删除的 那结论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一个指数 规则的变动 其实它大幅降低交易的成本 而且保有它高股息的 这样一个特性 那特别是调整后的一个个股 谈盖了未来产业成长的一个趋势 那整个产业的一个分散度 也持续的提升 所以这一次的调整 我们认为是一次与时俱进的调整 算是加分了 加分 刚你也讲说产业别本来9类 扩增到15类 15类呢 类别偏多 当然就能够分散风险了 不会再集中在单一标的 可是呢最后我要问的是 0056 因为扩增成分股 从30档变到50档 原来我既有的大家拥有的0056本来的操作应对 还有因应策略 一操作要做改变吗 第二个那明年的风险考量呢 如果在操作上面的话 其实就长线投资的一个角度来说 因为我们希望是稳定的股息 那所以其实在长线的一个投资角度来说 我们认为是不太需要做一些改变 所以长线持有继续咯 对可以继续持有 但是还是要考虑到 明年市场上一些风险 因为现在市场上大家 比较concent的一个问题就是 景气明年可能会有衰退的一个疑虑 那当然景气衰退 可能在终端的一些需求 电子产品可能会下滑 那当然对台湾以出口产业来说的话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性 所以风险还是提醒您咯 不过结论是 现在0056扩增成分股 整体来看是OK是好的 是好的 好 感谢卫程 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开始帮大家归纳重点了 国民ETF原大高股级0056 就在12月1号完成填行 当然大家还是很关心的 什么叫做ETF呢 ETF本质是基金 补充一下咯 投信发行基金 有主动型跟被动型 主动型只能在初级市场买得到 被动型初级市场次级市场都买得到 ETF追踪指数就是被动型的基金 追踪指数 指数里面包的标的就像汉堡的概念 所以汉堡里面包了这么多东西 汉堡这个三名字就是您吃在嘴中 因此风险自然就可以随着标的的多而分散了 今天的重新是原大高股级0056 它的成分股从30档扩增到50档 那为什么要扩增到50档呢 三大理由 让报酬风险比拉高 产业配置更分散 因为从9类到15类 周转率降低 让筹码更稳定 长线持油就更安全了 另外呢 八大指标全部都拉伤了 你看这八大指标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而且刚刚魏晨有提到了 因为现在呢 报酬风险比是拉高 也许0056在耳后 还有机会赚价差资本利得 就不用担心这个殖利率 约略的掉一点点 因为是不碍事的 八大家翻是带来更多的肯定 所以因应策略 以及加入哪些成分股快速看过了 删掉五党 这些都是紧急循环比较偏强的 删掉它 0056就不会随着紧急循环 敏感度太高 新增加的26党 我就不足以待了 你应该注意的操作 他刚有说 长线持有依旧是OK的 可是呢 多小心如果国际风险 经济景气下行风险比较大 或recession衰退的话 它多多少少还是会震荡的咯 以上结论 魏晨正确吗 没错 感谢魏晨今天带来0056精彩的丰富内容 不过刚刚魏晨有讲到 还是要注意一下明年的经济确实 明天星期天 要带您关心 2023美国经济 恐怕会陷入recession的衰退 他们看到的讯号 来自于 美国公债值得的曲线 出现不一样包含的现象 到底呢 两大讯号 锁定明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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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